大家好 前几天我在本地 梳里日里的TNT超市购物的时候 看到新西兰牛肉罐头特价 我就买了一罐 大家看一下视频 这有棕榈三罐装牛肉14.98 这个我买一个回去做红烧牛肉 就这个 那么今天我就用这个新西兰罐头牛肉 做一道快速的快餐土豆烧牛肉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用到的一些主料和辅料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道菜 所用到的一些主料和辅料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 是这个新西兰的罐装的这个牛肉罐头 这是一个主料 那么再做这个土豆 有几个土豆 看一下 然后有葱姜蒜 葱姜蒜 另外我们要用到它这个就是番茄酱 这个番茄酱过骨做这个菜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调料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抽的酱油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土豆给它去皮切成块 葱姜蒜切成粒 我们开始来把它一个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原材料都已经给它切至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土豆 我们把它切成了块 然后葱姜蒜呢 给它切成了粒 然后新西兰这个牛肉罐头 我们把这个盖给它打开 好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制作这道新西兰牛肉罐头做的这个土豆烧牛肉 我们把这个炉子火打开 首先加入一点点的食用油 然后等这个油烧开之后放入葱姜蒜爆香 葱姜蒜首先给它爆香一下 当香味出来之后放入土豆 我们放入土豆 然后把土豆翻炒一下 然后加入这个新西兰的罐装牛肉 然后加入这个一插杯的水 加入适量的这种番茄酱 加入适量的味激线酱油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下调味 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多加也可以少加 我们这里就不放鲜盐了 给它搅拌均匀 大火把这个烧开 然后大概煮一个十五分钟 大火烧开以后转中火 然后煮十五分钟 我们就可以了 十五分钟到了 我们那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转成大火 把这个汁稍微收一下 大火我们给收的差不多了 现在就可以把火关了 这个菜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土豆烧牛肉盛出来装盘 我们把它土豆烧牛肉 然后装成盘 大家看这就是最后的成菜 是不是非常漂亮 下面我来试吃一下 这个新西兰牛肉罐头做的这种快餐土豆烧牛肉 我先吃一个土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土豆都已经非常远烂 土豆非常远烂 而且这个牛肉的香味 全部融入到这个土豆里头了 再吃点这个牛肉罐头的牛肉 再吃点这个牛肉罐头的牛肉 非常好吃 整个口味就是酸甜口的 酸甜 还有一点鲜香 尤其是这个土豆 尤其是这个土豆 炖的非常烂 非常圆满 吃起来入口即化 这个牛肉的香味呢 完全融入到这个土豆里了 新西兰的这个牛肉罐头 质量不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这个超市里买一下 在加拿大 我是在加拿大树里 树里这个超市都有卖 像TNT Superstar 沃尔玛 都有卖这种新西兰产的牛肉罐头 质量很好 大家买来试做一下这个土豆烧牛肉 非常快 今天这个视频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